阿慶 阿慶 你最近做什麼?只剩下一個殼 剛才那小班走過來也不懂得折 你是不是有心事? 有心事就跟哥哥說了 從小到大都是這樣嗎? 本姐姐, 有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不跟學媽說嗎? 我打算辭職不做了 為什麼?不是做得好嗎? 你說很開心嗎? 不是, 公司最近調了我去另一個帖 你知道要跟很多人聯絡 我說不出話, 真的不太方便 所以我覺得很辛苦 那可不可以跟你上司商量一下 可不可以調回? 管家仔, 你不用擔心我 其實現在找工作做也不困難 我只是想改個環境而已 謝謝 謝謝 哪位?關於素秋醫生, 你像病人多些 我昨晚開工, 直到現在 十六個小時還沒睡過 真可憐 這樣吧, 我請你吃飯 我先給你補充精力 謝謝 謝謝, 我想要羅宋芳和小小沙文 我要公司三文治 好 謝謝 怎麼樣? 我幫你問個小伯 他說阿興在公司做得很好 每個人都很喜歡他 那他上司為什麼要調他的另一個帖 沒有人說要調他的另一個帖 阿興搞什麼 阿興, 你收工辭職信 不要因為我們的事影響到你的工作 你聽我的解釋吧 阿興 阿興 你要我說多少次你才會明白 我那次真的不是有心傷你 你走吧, 你不要理我 我們現在找一間餐廳好好地談 那次是誤會 我們根本就是普通朋友 Kelvin, 你不需要向我解釋 因為我們根本沒有誤會 先生, 你抓了我的妹妹幹什麼 你就是阿興岳哥 你怎麼教我的妹妹? 你對她做過什麼? 冠家仔, 你別吵了 是呀, 先問清楚 但你不用怕, 哥哥在這裡 我們只是普通朋友 那位妹妹說得很清楚 當你是普通朋友 拜託你不要在街上拉拉扯扯, 好不好 不是, 金先生 我真的有些事要跟阿Wing說 阿Wing, 你再考慮一個星期 你或者再考慮幾天 你等自己個人冷靜幾天之後 你才決定, 好不好? 你別管我 好…你說話不說 你抓著也你幹什麼? 你別這麼衝突 你怎麼抓著也幹什麼? 快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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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阿興, 阿 purchasing 你先保住… 上車… 阿興, 你去哪裡了? 快點發個報告給我 你不想韓媽知道我不說就行了 快點回覆我, 韓媽等著你吃飯 她還沒開電話 是呀, 還在附近繞一圈 小子, 我今晚不回家吃飯了 我想一個人安靜一安靜 對不起, 你不用擔心我 阿興, 高雄仔 不如你先回去, 我想在附近陪著阿興 晚上挖個女兒走很危險 高雄仔, 不如我留在這裡陪你 但你昨晚熬了一晚通宵 我英國有個花名叫Sleeping Monster 我哪兒都睡得著 如果你想聽音樂, 你聽吧 不會吵的 不用吧 我留在那裡看 我聽不懂 沒有, 你可不可以開車來接我? 當然不行, 生氣了 有人就人, 沒有人就陳大文 灰姑娘沒有南瓜車坐的了 自己走回來吧 南瓜車到了 上車吧, 傻妹 管家仔, 你千萬不要誤會Kelvin 其實他真的不是一個壞人 他其實是非常好人 或者是我自己主觀吧 但我真的說不出這個男生有甚麼缺點 但是呢, 有一樣東西有挺奇怪 本來每晚最遲離開公司的人 應該是我 但他竟然每晚都知道我才離開 有很多次, 明明這個項目完成了 他應該沒有工作了 但他仍然很晚才離開 我不是經常罵自己嗎? 別瘋了, 別胡思亂想 哪會有這種事? 誰知道後來他真的不再開車了 他跟我坐同一間小巴 雖然我們不是一起坐 他也沒有跟我說話 但我每次見到他 我的心都會鼓鼓鼓地跳 直至有一天, 我吃早餐時 看到他迷頭迷腦地看一本書 我走過去才發現 原來他看那本書是學手語的書 他終於坦白地跟我說 原來他一直在辦公室 留到這麼晚都是想陪我 跟我坐同一間小巴 都是想幫我跟私人說 在哪裏下車 還有, 他經常看那本書 其實都是為了用手語跟我聊天 他跟我說 他已經喜歡了我 但我根本不敢接受 你想想, 我跟普通人溝通 已經很艱難了 何況還要在一起? 當然不行了 也不可能 但他真的很有誠意地說服我 他說他不介意 他說他能接受 所以我們拍拖三個月 我真的以為我們可以一生一世 誰知道有一次我們逛街 他突然鬆開我的手 原來他見到他媽媽 他媽媽過來的時候 他竟然介紹我是他的同事 我當時很不開心 所以我說自己有點不舒服要先走 我逛街的時候 我忍耐聽到他媽媽說 說很可惜 這個女生將來的路會很難走 那一輩子我知道 Kalvin不可能跟我一生一世 就算了, 謝謝兒子 我很想念Kalvin 其實我還是很喜歡他 所以我決定了辭職 我不想讓自己走一條 根本沒可能走的路 所以我想轉一圈的環境 我不想再看見他 很感謝你們 我說出來, 我的心舒服了很多 其實抵了一順之後 我的心情好起來了很多 放心吧, 我很快可以變回以前的開心 阿慶了, 謝謝 我不會